美國一艘無人嵌擦船 用了28日的時間 差不多橫渡了半個太平洋 測過沿路的海底地圖 證明無人船可以協助人類 嵌擦未知的海底世界 由盧曉生說 地球表面超過七成是海洋 但人類對海底地勢的理解 遠遠不及陸地 目前全球只有大約兩成海藏 有測繪地形圖 掃描陸地的地圖相對容易 因為衛星幫到手 但如果掃描海底都希望自動化 關鍵可能就是它 這種無人嵌擦船 由美國一間企業研發 2018年面世的時候 只有7米長的迷你版 畫面所見這款 已經加大到69米長 今年年初先引入 同樣靠風力航行 船上的儀器由太陽能板供電 每次可以連續航行12個月 全程由岸上的控制中心遙控 加大板嵌擦船早前首航 由三藩市去夏威夷用了28天 沿途以星納裝置 測繪22000平方公里海底地圖 質素和傳統研究船看齊 但不用擔心天氣風險 而且無人嵌擦船 無引擎 噪音更低 對星納干擾更小 星納探測的深度極限是7000米 覆蓋地球大部分海藏 如果建立一支無人船隊 就有望在10年內 測潰全球海藏 有線電視記者盧曉珊報道